不知大家有沒有聽過安潭野這個小鎮呢? 它位於在北亞爾卑斯的山谷,坐擁好山好水 風景優美之餘,亦都有一種盛產的農作物,芥末山葵 這次走訪的大王山葵農場,亦都是日本內最大的芥末農場 這裡有水車,有很美的河村,還有很多風水在我旁邊 這裏亦都是大導演黑澤民電影《夢》裏面的場景之一 在這裏可以買到芥末口味,我一定要試試 它有些芥末碎碎在裏面,很好吃,其實也不辣 芥末的香味還留在這裏 紅葉在水車背景之下,別具一番田園感覺 在這裏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種類的芥末料理 亦都可以買到款式多到數不遠的芥末產品 第二個紅葉景點的推薦就是這裏 這裏就是水高神社 我前面的全部都是楓葉 這裏的風樹數量多,神社被樹木所包圍 連神社附近的街道上都是紅葉處處,人少少清靜舒服 第三個紅葉景點就是我身後的滷沙美術館 很有西洋感覺的建築風格,很漂亮 滷沙美術館展示日本近代雕刻美術品 當中最具標誌性的西歐教堂風格的紅磚建築物 每年秋天都會被紅葉所包圍 這棵位於大風高原的七色彩虹居樹 現在已經有一部份樹葉變紅色了 七色大風是安壇野中最受歡迎的上風景點 樹高12米,估計樹齡有250年 每年秋天都會從綠色開始慢慢變色 轉橙色再變紅色,在她身邊走過 我立即變成小矮人了 在七色彩虹居樹旁邊還有很多風樹可以看到 所以真的很漂亮,早上來沒有人 這裡整個場都是我的 安壇野距離重本只需要30分鐘車程 交通方便,優美的小鎮景緻 絕對是秋天上風的好去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